在台中有一对黑手夫妻党 他们在修车的过程中 发现现代人真的很浪费 还可以用的东西却坚持要换新 所以他们决定 搜集废弃物 打造成台灯书桌 或是其他装置艺术 他们还要利用这些废材 重新装潢自己的家 在他们眼中 每一件垃圾都有不一样的价值 各种漂亮的台灯 每一件都像是艺术品 仔细一看 它是废弃的雨刷和排气管 这个则是用竹筷加上 废弃木材组装而成 这些都是黑手艺术家 恰骨啊的作品 因为这就是车 这支撒车公 因为这支排气管 我去拗来肚子 怎么会接摸的 所以这不是我纯粹去拗的 因为这你又叫我 有一个人还要做 我也不常说也做不出来 像这个雨刷 雨刷干它有长有短 他还会跳舞 恰骨啊从小就喜欢汽车 国小毕业就开始当学徒 二十岁就独当一面开启修车场 现在已经六十岁的他 以前修车时 能维修绝对不换心 看到现代人过度浪费 决定自己搜集这些废铁 打造成一件件的艺术品 一些小时候有导致的概念 像变竹子家的 这些小孩时代就看到人 怎么变竹子的铁 做市政 做衣亚 做这个家具 因为也是让他一些木板 再回归他的生命远系 恰骨啊跟老婆阿末 还用废弃物打造自己的家 排气管变成了楼梯扶手 在木门上安装铅块和绳索 化身自动门 每一个角落都可以 见到他们的巧思 那我们会面临这样子的一个挣扎 你要 你要 你捡来了 你不用的话 它还是会熟掉 它还是会坏掉啊 所以这一次我们家里的 那个老空间新改造 我们就给自己一个 很严格的规定 只能用现有的材料 不能买 手工打造每一件家具 除了电灯照明外 几乎不用到其他能源 阿末说他们家的电费 曾经一个月只要84元 这对黑手夫妻 用巧思呈现废弃物的价值